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元,欢迎回来万国觉醒 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失落之地的前置三阶段了 现在是第一阶段就是打劫略者 打劫略者呢,这里我刷了两天 总共用了我差不多18万的体力药水 原本那个游戏叫万国觉醒 到了我手上就变成爆肝觉醒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时间 现在是早上6点37分 我从昨天早上10点多刷到现在 小朋友们就不要模仿哦 我是经过训练的,所以我的肝会比较硬一点 OK,这边我开到一个图纸 这个是不小心按到的 其实我是打算收集完过后才一次过开 不过这个不小心点到就算了吧 现在目前排名呢,还是我们1123第一名 然后这里我的积分是零的,因为我一个口袋都还没有开 啊,也还没有换那个王国不吉祥 现在我们看一下,最高分500万分 这个太恐怖了,尤其是1002的 现在前面第一第二名都是1002的 第三名才是我们1123,第四名也是1123 第五的话就是1002了 基本上呢,前10名左右呢,都是给1002拿下了 看来1002呢,也不是浪德虚名 可是我们的积分比较多 我们1.6亿,他们1.5亿 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活人比较多 他们干地比较多,我们活人比较多 现在目前王国排名1123,1002,1039,1112,1058,1260,1108 最后一个是1125 其实比起其他王国呢,我们这里的积分算蛮少了 因为我有看到脸书,他们有放自己王国的截图 他们都是三十一七条,那些真的是太恐怖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那边人多 因为我看到他们70多名的积分呢,才百多万而已 这里呢,就是我所有的毛皮口袋 有开了一个啦,所以总数原本是3015的 不过我开了一个就算了吧 至于我这3000图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前面第一天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队友一起去刷 可是第一天我刷到差不多1200左右就没有了 而且那个还刷蛮久的,刷了一整天 第二天反而刷比较快 因为第二天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在刷 所以自己刷是比较快的 然后我带五队呢,都是激动的统帅做主将 因为你跟别人一起打的话呢,你需要等他们 可是相对来说,如果你跟朋友一起打的话呢 你比较容易打败截略者 而且也不需要太时常回家换你的兵 所以这里我给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的战力低 不太能够打截略者,打太久的话呢 你们可以跟队友一起合作打 如果你的战力高,有五队激动的统帅 你有赶时间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去打 可是相对来说,你比较容易回家要换兵之类的 我是大概想它的概率呢,是1.2到1.5之间啊 通常都是这样子,它不会给你概率太高的 OK,所以我们现在打开来看里面有什么图纸 图纸这边差不多就400多左右 如果换算起来的话呢,概率也是差不多1.4左右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换图纸了 我先把我的图纸换完先吧 我看要跟别人交换了 这边如果加起来400多,415 平均除起来的话,我要换每一个430左右吧 所以我把最少的先换掉它 然后拿最多的顶上去 这里的位置你们一定要放对哦 得到是你自己想要的图纸 换出是你不要的图纸 所以这里你要放对位纸才可以换到你想要的东西 放错的话呢,你就换到别的东西回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静静的等待 我们那个有缘人来帮我们换吧 我要换到平均每个430耶 这里要换蛮久一下的 我们只能慢慢的等待吧 等待那个有缘人出现 总有一天我的图纸会换完的 这个就是佛系觉醒 哈哈哈哈 ok我的图纸终于换完了 因为时间太漫长了 所以我直接割掉了 我把每个图纸换到平均430左右 然后我一次过开完所有的图纸 这里我只是按个图纸呢 就按了差不多16分钟 其实我有点怕 就是因为我一直按那个王国布局相对换那边嘛 所以我有点怕那个系统会不会以为我用外挂 这里我排名拿到Lucky7拿到第7名 这个是个好的数字呢 还是不好的数字呢 我是因为想到可以拿到前5名的啦 可是没有想到的这些人真的是变态 所以现在看一下我们的人呢 1123有4个排前10名 然后这边积分呢还是一样 看来我的积分也没有帮助到多少了 排名也是一样 1123至少1123还是拿第一名的 证明我们很优秀 再来呢就是1002啊 他们那边也是很平一下 这边奖励希望我可以拿到吧 不过这个是看三个阶段啦 最后的排名来给奖励的 主要是我们要为了王国啦 不能这么自私啦 我们要为了王国呢拿下前3名 然后换到一些好的奖励 好的争议 这边呢你看我的奖励 其实我已经把王国布局相开了 不过呢在开之前我又做了记录 我已经做了一个列表出来给你们看 我里面到底开出了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呢我把它每一个单位数量标出来 然后那个价值呢 其实就是我们如果用宝石买的话 它的价值是多少 至于那个个人积分呢 因为个人积分没有办法用宝石来换算 所以个人积分那个部分呢 我就没有用宝石来换算 至于总值我是拿数量乘以价值得出来的结果 物品总数就是我那个物品 它里面总数有多少的东西 包括有分钟 然后数量 经验值之类的 我拿430个王国布局相里面的奖励呢 全部换算成宝石的话 我里面获得的奖励 总价值748,855 所以打前至三阶段的第一阶段呢 它的奖励还是很值得的 所以如果你们要把体力药水消耗在这里的话呢 我是不会阻止你们 而且很多玩家的体力药水也比我多吧 我这边才用了18万的体力药水 有些它们有40多万50多万 如果拿来打的话 我看要拿到600、700积分呢 其实不是问题 只是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星要去刷 毕竟这个刷起来真的蛮累的 如果只是换算我打 截略者拿到的宝石呢 其实我已经拿到18,206宝石了 再加上我开这个王国布局相里面 它也有给我额外的宝石 有给50、100、200、500的 这边总数加起来 它给我的宝石呢 有12600颗宝石 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打 我这边都总共拿了差不多 30万左右的宝石啊 所以你们问我第一阶段值不值得打 要不要把体力花在这里呢 所以你们真的要把握机会来打这个第一阶段 体力药水花下去 我这里拿到的加速都有 125,760 总共加起来的话呢 我拿了差不多87天的加速吧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物啊 经验书 哇 这个活动真的很值得打 虽然是累了一点啦 不过 哎也是值得啦 至于我这些换算是怎么来的 你去VIP商店 点开它的购物车里面 你可以换算一些宝石大概价值多少钱 加速 加速跟资源而已 其他的话呢 你们就要去驿站那边换算了 还有就是VIP商店那边 也可以换算出来 这里我做一下总结吧 我打这个第一阶段 总共获得价值多少宝石的物品呢 打截略者的时候 其实有获得一些其他的奖励啊 不过我只是算宝石而已 再加上我开这个王国布局箱里面 获得的东西呢 总数 我这里值得 767061颗宝石 哇 省了很多 省了很多我的宝石啊 这里体力药水呢 我是完全没有用宝石买的 就是用我自己本身有的体力药水 去打这个截略者 不过我觉得呢 还是有点可惜啊 我打了那么久 才拿到300多万的积分 哎 不过奖励呢 还是有回本啊 我这些日子的辛苦呢 总算是值得了 嗯 所以今天影片就暂时拍到这里啊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 把小铃铛给打开 就可以收到第一时间的新消息哦 全部点自在 带簅 发学 attributes 感谢观看